老妈蹄花汤 猪蹄马好 猪蹄放不下可以展开来 然后在锅内加入大量的热水 姜片 白纸 当归和花椒粒 等水煮沸就把米酒搞里头 视频结尾有手打冻凝茶的彩蛋 我们按照屏幕准备一个很有滋味的蘸料 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减配料 我不喜爱香菜 所以没有加进去 喜欢香醋的可以多加一些 这玩意儿比较解腻 白芸豆浸泡过夜 来不及的话温水浸泡4个钟也是可以的 蹄花汤炖了1.5个小时 加入白芸豆 接着炖1.5个小时 总共3小时 时间到了 最后加些食盐提味 葱花增加颜值 把猪蹄做的入口即化 可鲜可辣 应该也就是这个老妈蹄花了吧 来一碗黏嘴的胶原蛋白汤 再来一块Q弹爽口的猪蹄本蹄 淋上一点灵魂小料汁 nice 夹起一块小猪皮 何止是入口即化 简直是直接滑入食当 然后才发现 是什么辣辣的东西过去了 如果人多 吃起来会很热闹 如果吃不完 好好冷藏起来 没变质的话 可以第二天整锅加热 再给猪蹄撒上一些烧烤料 再给猪蹄撒上一些烧烤料 放入烤箱烤着吃 也是很绝的 对了炖汤的空隙 我做了一杯特浓手打冻铃茶 是极速版 两个柠檬切片 流出两片去籽 这是上次的第二泡茶水 冷冻成块 加三分之一的量 三分之一装在杯子里 没时间熬糖水 加入大量蜂蜜 嗯 好像出bug了 应该加在中间的 完了完了完了 算了继续 开始暴力手打 蜂蜜沾着柠檬水了 不浪费锯掉它吧 继续垂 垂出更多的柠檬汁 差不多了 可以躲在角落 锯掉这些蜂蜜了 把最后的三分之一 茶水冰块融化掉 倒进雪克杯 准备手摇 好啦 这个浓度只有自己做才达得到 最后把冻泥茶过滤进保温杯 先喝为敬 好浓郁啊 好刺激的口感 最后记得加回那两片柠檬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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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